車子跑得更快 我們兄弟講中來台過 開到很快的車是新公代號的方程式車隊 用了一段時間 搭載出來第三台專心的電動賽車 對零到加速100公里只要3秒的時間 這次使用的鬆馬達驅動 它是兩個馬達分別的控制 兩個後輪 那可以在可能完中或者是加速 就是在我們想要的狀況下 可以讓車子跑得更快這樣 在賽道上可能就快個一兩秒 但是其實還是蠻多的這樣子 除了新冠肺炎影響很多的 這核心方程式賽車的台賽 日本賽已經停辦了兩檔 新公代號的方程式賽車隊 需求搭載到新的電動車 這電動車基本台號是200多萬 娛樂車對20多名客官做回來完成 溝通上就是因為遠距的話 至少是1.5倍了 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夢想 現在1.1滴都落實在這個 非常非常美麗的心車裡面 對著這一組同學裡面 更是身體力型的呈現了所有的價值 就回來搭載新的賽車 用的時間比平常的車 多了1.5倍 因為亞洲關係對外要來分工 住宅來設計這車 過程就算上學期來做協調 並且分流到現場來做做針 過程雖然說很辛苦 但是看到新品是相當有心情感 同學們搭自己坐了賽車 所以就會覺得很新鮮 然後就會覺得 第一個感受就覺得 大家好厲害 我覺得對車子滿有興趣 覺得滿有趣的 所以就過來 他新車搭載在後 他就從中五家分來試車 開到自己所做的車 覺得最多有心情感 也很趣 有另類的成就感 就是 你平常去玩卡丁車 你就是 那一隻是一般的 可是 你就是實際上 就是 開上自己做的車 以國際學生的方程式 大賽的日本賽聯傳人 當初消避完的希望說 新車搭載完成 每年也能順利來出國比賽 南天新聞綜合報的